星電視 社會恭喜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歡迎大家訂閱星電視頻道 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各位美國星島中文電台聽眾 我是霍永強 歡迎大家收聽時事觀察 今天在第一節節目中 跟大家說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與中國最近舉行的兩會 人大政協會議都有些關係 但肯定沒有出現過 大家亦不會在新聞中聽到 中國就著兩個百年 即是百年建黨2021年 和百年建國2049年 這兩個時段做了發展的綱領 而中間有一個2035的中期目標 所以出了一個2035的遠景目標綱 裡面提了一個重要的數字 但這個數字偏偏從來沒有具體出現過 這個數字是2035年中國人均產值 GDP達到21000美元 再次重新 這個數字從來沒有正式出現過 甚至有些評論還用了不同的數字 例如2萬元 或者2萬5000元 原因是因為這個數字的來源 在遠期目標中提到 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 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 人均收入 將賣向新的大台街 人均國內生產組織 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不過這個數字的定義 在不同的組織中有不同的標準 從12000美元到3萬美元都有 差距很大 而中國比較明確地將它定義為 在經濟總量或人均國民收入 比較2020年的時候可以提高一倍 2020年的時候 數字大概是10466美元 亦即提升一倍 再到21000美元 問題就到了 中國如何才能達到這個目標? 如果以人均產值增加一倍來看 未來15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增速 要達到4.78% 到2035年能達到21,085美元 這個數字當然與歐洲或美國的發達國家 等增相比有顯著的距離 但都與目前的葡萄牙差不多 另外在這個數字下 中國的經濟總量達到31萬億 如果以美國經濟增速大約2.5% 每年2.5%來計算 到時美國是30萬億美元左右 而中國亦即是會超越美國 成為最大的經濟體 如果中國能夠保持目前6%的增速的話 人均收入到2035年 更加會超過25000美元 其實早在1987年中國的十三大 曾經提及過中國的經濟建設 分三步走這個方針 而其中第三步的目標 就是到了21世紀中業 人均國民產值達到中等法達國家水平 今天看上來 這個目標可以說是穩定賣進 而且有望可以超前完成 另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數字是否合理? 又會不會是另一個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那又不是 因為賺第一桶金永遠是最困難的 而財富的增長也不是一個穩定遞進的方式 中國雖然用了70年 才超越第一個1萬元美元的關口 但要在15年裏返回 這又不是太困難的事 我們也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 和超過1萬元美元 去到中國的目標21000美元 到底用了多少時間? 像美國那樣 1978年達到10565美元 1988年達到21417美元 用了10年 法國和德國都是1979年過萬 而去到1990年時 又同時超過2萬元 用了11年 英國比較久 1980年過萬 但就在2萬的關口上浮沉了幾年 去到1995年才正式超過21000美元 不過這樣算起來 都只是15年而已 而在亞洲國家中 建開一些小國不好計 日本在1981年過1萬 去到7年後 一下子 已經跳到25,052美元 只用了7年 而韓國 也由1994年 到2006年 用了12年 完成這個跨越 有些國家更誇張 去意大利 在1986年成為萬元戶後 用了5年時間 去到1991年 超過23000美元 如果以這些歷史記錄來看 中國在15年將人均產值 提高到21000美元 似乎 很簡單 難度也不是很高 當然 背後還有很多 內在和外在的因素 例如 土耳其、波蘭和俄羅斯 都分別在2007年或2008年 人均收入超過10,000美元 但只有十多年 产值都無法提升 波蘭的情況比較好 但只能上升 到15,000美元 就開始停滯不前 而土耳其和俄羅斯 更加一路原地踏步 亦可以說 他們無法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這個最大的界限 當然 如果我們仔細看 這些國家的產值變化 就會發現 在發展進程當中 有兩個很重要的關鍵 為了說謊 或是危險 其中之一 就是資產泡沫 其二 就是對美元匯價的快速轉變 如日本和意大利 在超過2萬美元時 都是飛躍式 差不多一下子增加了近兩成 而當中原因 主要是因為對美元匯價 大幅上升所指 而東欧國家在2007年前後的飛躍 主要都是因為大量的資產泡沫 結果還在金融海嘯爆破後 被美國利用匯價割了和清 之後 亦沒有辦法恢復 當然 匯價下跌 亦只是帳面上的一些上上落落 這些國家 如果以購買力評價來計算 他們的產值 目前都達到3萬美元左右 所以認真看上來 這個目標雖然不難達到 大家要小心 一定要避過資產泡沫和匯價浮動 這兩大陷阱 而且 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中國這一本更加困難 由於中國大陸人口更多 各省份的發展又不平衡 城市人口的密度高 發展速度自然不快 但西部地區的環境惡劣 開發更加困難重重 如果以人均產值21,000美元 來做門檻的話 中國其實現在 今時今日 已經最少有10個城市 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其中包括了 北京、上海、廣州 這些上千萬人口的主要城市 就算將數字提高到25,000美元 仍然有毛石、蘇州、珠海 和鄂爾多斯入圍 而深圳去到2020年的人均收入 就更加超過了3萬美元 不過這些貧富差距 都是中國政府非常關心的地方 另一項經濟發展的壓力 是來自勞動人口的急速下降 而這也是為何中國政府 需要推動延遲退休年齡的原因 由2021年至203年15年入面 如果按照60歲的退休來計算 由1961年至1975年出生 開始準備拿兩養老金的老人數目 會達到3億8千萬 而15年中其中有12年的人口 出生超過2500萬 而連續十多年有龐大的勞動人口 離開這個職業市場 會對中國的發展帶來相當大的壓力 不過中國增長放緩的最重要原因 可能就是中央政府 想要主動地避免過快的經濟增長增速 尤其是這些增長來自業匯率上升 或貧富差距 更加不是中央政府的期望所在 在過去五年中國經濟增長膽慢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中央政府把大量的發展資源投放在貧困地區 例如山西、貴州、四川、新疆和甘肅等 目的是輔助當地人的貧困人口脫貧 但相反亦令到這些投入 自然的回報就不像在城市那麼大 但中國一直定位是社會主義國家 主席習近平更加不斷強調 不能被任何人民調隊 所以未來中國的發展部分 一定會繼續強調多元化均衡發展 比起名義GDP的數據好看 政府會更加重視民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如果我們認真地看看一般市民的生活來說 過去幾年中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 明顯是高於很多名義上GDP更加高的經濟體 至於在中國成長過程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當然是來自外在的干擾 因為美國已經視中國為競爭對手 這更是變成國策 連這種策略到底是加強自己內部的競爭力 提高經濟和社會發展 還是千方百計無所不用其極地干擾 甚至破壞中國的穩定發展 美國政府的態度會是中國 以至於整個國際社會未來的最大不確定性 結束之前做一個總結 如果中國能夠達到這個發展目標 即是在2013年能夠達到這個經濟目標 也反映出五個現象 一是中國保持發展步伐 二是產值總量超越美國 第三是沒有出現長期和大規模的戰爭 第四是中國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第五是中國在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都能夠保持穩定 不過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 國內外的看法也挺有趣 而且出現一些很微妙的情況 越熟悉反而越害怕 好像接近核心的中國官員 或者一些主要的學者都非常擔心 反而外國的學者和一般平民百姓 都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 不知道這是當局者迷 還是關心則亂? 我是霍永強 休息回來 繼續大家時事觀察 終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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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